Lun Sang 《Pan Shia》 Lun Sang 愛上 Lun Sang 愛上 Lun Sang 愛上 Kam Shia Is um Kam Shia Is um 康希來的美食器練 每一次都介紹招牌菜 或者是各個夜市裡面 最好吃最受歡迎的東西 可是我有時候會為菜單上面 被放在冷落的角落裡面 一直沒有客人點的那些菜 感覺到委屈 就是他們也是菜 為什麼都沒有人要吃呢 所以今天康希來要挑戰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找了五家不同 可是有名氣的泰國菜 然後在他們的菜單上 找了他們自己主廚們 或者店長們覺得 備受委屈冷落的一些菜色 來受到我們的明星們的考驗 那今天邀請的五家泰國餐廳的代表 有的是店長 有的是公關負責人 然後有的是廚師 其中的兩位是泰國人士 歡迎五位 歡迎五位 五位啊 五位啊 我是這個 我是這個 祝康希的這個美食代表 我是阿基斯啦 所以應該算是六位啦 這樣比較好撿是不是 完全沈默 你得到了 你得到了 好 我們的五位泰國餐廳的代表 他們帶來的菜單上面受到冷落 可是他們自己想要推薦給我們的美食 今天要受到五位美食明星的挑戰 美食明星們在這邊歡迎五位 歡迎 所以五位我們聽當中已經有一個 一位樹立了真正饕客的標準 就是他說進了餐廳裡面大呼小叫說 把好吃的拿來的那個不是真正的饕客 他說真正的饕客就是進了餐廳以後 非常的安靜 可是廚師會為你私人準備一份 只有你才吃得到菜單上點不到的菜色 這位來賓是趙哥 是 因為我現在目前 所以我們這些在餐廳裡面 打開菜單點菜都是白吃 不要這樣子啊 其實因為 所以你是很喬不行那種一進餐廳 說麻煩把最好的端上來的客人嗎 也不會啊 其實我也是剛剛跟你的態度一樣 就是你這家店如果沒吃過 知習它的風評很好 那我就先來 你把你這家店的那個特色菜先上來 那你去哪些餐廳是 你都不用講話 別人就會默默地把趙哥專用菜色 他們還是會問一下 今天你想要吃什麼 比如說有些餐廳 他從來不賣蛋炒飯 那我今天就講 那我今天要吃個蛋炒飯 那他就會問 那你要怎麼炒 那我就說好 那我看看 你現在有什麼菜 那就什麼菜搭什麼來炒 或者是說今天他的菜裡面有湯 我這個湯我全部都不喝 喝你廚房的高湯就好 他今天去的是嗎 今天不下去去 他這 數十連鎖店家會被打嗎 不是 你這就是要炫耀自己 好像是老湯的行為啊 不是啊 其實因為 那麻煩你 你可不可以示範 講一個 你去點點點說 我要這幾個炒成衣盤炒飯 是我們這些 凡夫俗子點不出來的炒飯的那種 不行這樣講 怎麼會凡夫俗子點不出來 大家都點得出來 只是說你跟那家店 有沒有那麼的熟識 你那麼熟識長去的話 他會做一些客製化的餐廳 所以你講啊 你講一個炒飯出來 就是說什麼炒飯 會特別到需要你來 炒什麼是特別厲害的 薯條炒米 對 跟餐廳還好 就沒什麼好說 你講啊什麼炒飯 我們是點不出來的 比如說這樣講 一個香腸蛋炒飯 香腸不是只有炸好就好 我香腸炸完以後 以後呢 還要再烤過 把那個油給逼乾 逼乾以後再切 切成小塊 小粒狀 然後已經炒過 炒過呢 還要再把那個油再逼一次 OK 所以我吃起來那個 香腸蛋炒飯 是跟一般的做法是不同 是在香腸肝吧 是香腸二逼炒飯嗎 對 逼了一次再逼 就是香腸二逼炒飯 你把油逼乾 你怎麼逼它 你是不是聽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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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腸就有點火大 因為我以為你要說什麼 比方說菠菜炒飯或什麼 這種我們很少遇到的 我們不要說只有餐廳 我們講日本料理餐廳來講話 我就不會吃所謂的套餐 這個三千 兩千五 兩千的 我說我可不可以不要吃這個 我只要吃今天進的貨的魚種 比如說從日本進來的 隨便講 比如說 現在已經快過了剝皮魚的季節 那我吃個剝皮魚 我想吃撒起米 大概幾種的做法 還是什麼就可以了 所以你是瞧不起吃套餐的人 可以這麼說嗎 好 因為套餐他就從頭吃到尾吃到飽 我曾經看過一個開 開兵力車的老闆 帶著旁邊一個妹 很年輕 我們剛好同時入座的時候 他從頭到尾就一直吃 吃很高檔的食材什麼什麼什麼 我心裡就在想 不就開個兵力車有什麼了不起 他說的不是不是 他真的 那個男的大概五十歲 那個男的五十歲 這個女的行業 開兵力車有錯嗎 不是 那麼多車可以趴在這車 沒有 最主要的是 他要講的是帶了一個年輕的妹 比你年輕的妹 不是啦 不是你老公啦 不是我老公啦 你看到我老公做什麼 我就想 不是你老公五十歲 而且他講日本料理 他賣給我多喜歡吃日本料理 我沒辦法弄下去 我沒辦法弄下去 我沒有想到這樣 我沒有想到這樣 你要不要先吃點藥 要不要先吃點藥 你先吃了藥 搞清楚我們再來錄 對不起 你先我瘋 你先我瘋耶 我好多能修雜貨 我意思就是說 他在那邊耍 他開名車可是帶了妹 結果他耍帥的時候 在那邊耍 今天把最好的東西叫來 我心裡想 你從頭到尾吃了那麼多 吃到最後連甜點都吃 我心裡在想 你其實沒有吃到 不懂精髓 對對對 最好的今天剛好來的 可能是北海道的汙泥啊 對不對 或是什麼的干貝 或是後岸的生蠔還是什麼的 賴先生 請問一般餐廳裡面的菜單上面 放在主廚推薦那一欄的 是你們真正想要推薦的 還是你們比較賣不動的 你們就把它放在主廚推薦裡面 那個是要推薦的 認真要推薦的 對 所以是有信心 人家吃了會說好吃 對 所以放在最角落的是 主廚自己做了之後 覺得很難吃的菜 不是啊 不是啊 是比較不希望 就是不敢那麼有把握 那個要排到後面 就一排一排嘛 必須有東西在後面就是了 因為我們是觀察說 台灣人什麼樣的菜 對 然後不管你有 美女裡面有五六十道菜 七十道菜 不管 很多台灣人就是 七十泰國菜 要點什麼 蘇辣瓣很鮮 一兩下瓶 空清菜蘇辣湯 檸檬清真也不必都是 對啊 那固定 然後它是我們有top ten 有top ten 有十四道菜這樣 然後他們點那個是差不多 這差不多是 所以你覺得台灣人吃泰國菜 是很老套的點法嗎 我覺得 因為 不是這麼講 不是那個 要 比如說我們 比如說有新的菜 有新的菜去 什麼叫推薦 他們點 如果沒有推薦的話 他會忘記的那個菜 對 所以會變這樣 好 所以等於說 廚師們當然希望 時刻 勇敢一點的 嘗試他們各種菜 可是你們 是不是 覺得 陸佳醫師覺得說 萬一點了冷門菜不好吃 會很生氣是不是 對 會氣自己 就說 妳要給我 結果又出事 所以如果你去吃泰國菜 你必點的是什麼 就Tom Young Gong 檸檬魚 月亮蝦餅 生蝦 生蝦 然後 打泡豬 對啦 可是有的時候難道沒有壓力 說朋友們跟你們去 然後 就覺得希望你露一手 點菜的功力 就不要點這些 大家常點的東西 幹嘛自己放棄 其實可以多點人 比如說我們有的時候 十幾個人 或是二十個人 其實一大桌菜 我們就可以把菜單上 所有的菜都點掉 但吃到後來 我覺得有的時候 是一點 這一定像吃到後來 你還是覺得 就剩下來會是那幾個 我有時候被逼到沒有辦法 就往角落去 因為他們就希望說 你好歹配一些 我們沒有勇氣點的菜 然後點了角落裡的菜 然後就都很丟臉 真的 都失敗嗎 因為你沒嘗過 所以你也搞不清楚那個味道 結果來了 可能來了三道 味道很類似的東西 你整個點菜就失敗了 就無法跟 可是其實你看這些菜 都冷門到我們現在腦子裡 你要講出一兩道冷門的菜 都講不出來 因為即使像趙哥這樣的老饕 你去泰國餐廳 也是點一樣的菜吧 其實不瞞各位說 我最不喜歡吃泰國菜 你現在 你今天是 創著所有的事情來 我也想說 很久沒來看你們 所以今天來 對啊 很久沒來 我如果真的要吃泰國菜 我只吃延吉街上那一家 因為那家比較老字號 可是那一家也做的口味 已經偏台式的泰國菜 所以你說 真的要吃到比較 那泰國味的泰國菜是怎麼樣 他們這五味這裡面 就有一兩家是做的 比較地道 對 比較地道的是泰國菜 所以宛若你是喜歡吃 他們為台灣修改的口味 還是你寧願他們守住 本來的味道 我覺得如果守住本來的味道的話 我到泰國去吃就好了 因為你在台灣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是跟一家人一起吃 而且泰國菜 因為你吃的頻率沒有那麼高 你不會是一個禮拜吃四五次 菜國菜 如果一個禮拜吃四五次 我就願意點一下冷門的菜 可是久久吃一次泰國菜 好像就是那幾道就是 都還是你想要吃的 好 所以今天等於服務各位就是 反正我們不想冒險去餐廳吃 請人家帶過來給我們吃吃看 那我們暫時先不揭曉 對面的這五位分別是哪一家 餐廳的代表 只要省得你們平靜的時候 對 會有壓力 對 好 那阿知之 是 除了菜色之外 我看到你旁邊有放飲料 對 今天因為這個飲料 是要跟這個菜一起搭配食用 它的效果會最好 你說客人不可以現在就開始喝 最好是搭配這個食材 我不要讓客人先開始喝 那要先開始喝 也要先聽一下我的冷笑話 因為今天 是冷門的這個食物 要配我這阿機師的冷笑話 大家呢 好 那先喝飲料啦 飲料 飲料不好拿你知道嗎 沒有原則 阿機師你好沒原則 對啊 一點原則都沒有 你一個人要登上對不對 沒有問題啊 我以前做過這個外場 我是從基層幹起的 所以沒有問題 剛剛是講髒話 髒話 對 那因為今天是冷門美食嘛 那我們先來一集 試試水問 麻煩你 請問 穿什麼鞋子最快樂 穿什麼鞋最快樂 脫鞋 不對 答案是 黑皮鞋 黑皮 黑皮鞋 你自然穿上去之後 整個心情呢 就非常的這個美妙啦 HAPPY 黑皮鞋啦 我先乾了 我先乾了 先乾了 幫他快樂 幫他快樂 是 那配冷笑話 等一下可能會越來越熱啦 冷門美食蹲上桌 風味評價大不同 這一道絕對冷門 他連名字都 請問第一道菜 你可以給我們吃什麼 第一道菜 我們先來吃這個 這不是在基隆夜市啦 因為為什麼要這個 先介紹這一口香腸啦 因為它就是要搭配這個 搭配奶茶一起食用啦 了解 結構就是 生菜葉包了一個 香腸然後切開來以後 裡面 香菜裡面夾了 辣椒跟調味料 是 香料 請問先確定一下是冷門 就是五位在泰國餐廳 都沒有點過這一道 怎麼會有一手 都會冷門吧 因為它看起來不是說很好 因為香腸感覺是 我們廣東菜你會點 或者是台式你會點 陸佳儀 你吃了 怎麼樣 他瞪了我一眼 但是我們家又不是賣香腸 很 很 它是讚美嗎 就是你吃進去它沒有什麼 特別的味道 然後換後來它那些 辛香料的味道都出來 但是 我寧願吃月亮蝦餅 乾吃我也不要吃這個 好無聊 因為這邊也沒辦法下飯 對 月亮蝦餅你還可以配飯 而且吃完藥好像就會佔據 肚子某一部分的東西 可是它味道很多 你說它不下飯 它其實滿下飯 這個配啤酒可以 所以它剛才推薦配那個 泰式奶茶 OK嗎 它其實辣也有酸 泰式奶茶 對啊 可以 我真的不覺得它很特別 是 它是一道可以 可有可無 而且你知道有些東西 你知道有些人 無聊吃一下OK 各位 今天大家好好講話 外面人家刀子都在磨 你不要跟大家接受吃 它裡面好多層次 其實有 喂 你們不要 不要有壓力 因為他們在那 冷門的菜色 所以沒有關係 這怎麼可以當冷門料理 這應該是第一名 明亮蝦餅這道菜可以 可以不用點 它有點太乾燥 我就是吃起來有這種無聊的氣氛 所以才要配奶茶嘛 對不對 我覺得它好像 它是不是比較適合當零食啊 對 就是配啤酒的時候 喝啤酒 蔡明哲主廚 因為我剛剛跟你聊天的時候 我知道你的菜單好像沒有這個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評價 是可以理解的 是因為台灣顧客吃泰國菜 都太追求很濃的味道嗎 因為這個會變成它是比較 算是類似開胃菜的部分 最主要因為它不是太 台灣人特別喜歡的泰國口味 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如果到一個餐廳裡 我吃到一個新的泰國的口味的東西 而且其實它裡面也有酸也有辣 我只是沒有把握會得到 我邀請的朋友們的好評就是 因為如果要顯現本事 對 今天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在這五道菜中 找到一道是你點出來 人家會覺得又新鮮 可是又會佩服裝好 可是我剛剛看我會覺得說 如果它是那種就是 好像Party或者是什麼 然後可以手很方便拿的 對 然後可以 雞尾酒準備的食物 每個人拿一個這樣 就很像你到泰國朋友家裡 然後他媽媽端出來的一盤菜 這樣子 所以我們先放過這道 先放過 好 先放過 那阿基師 是 要看第二道了嗎 請問 又要來問問題了 那你有先想好 等一下要推薦哪一道 已經想好了 這一道絕對冷門 他連名字都冷門 哪一道 這道菜叫做房間 叫做論 夠冷門吧 你不會去餐廳跟他說 我要論 不會 對不對 叫做論嗎 論 論就是論 我們有發音不標準論 論是泰文的發音嗎 不清楚 要用詞 要用詞 他叫你其實叫做 討論的論 還是他是叫做論 你發成了論 不是 他真的叫做論 論餅的論 他沒有比就叫論 論 論滑氣的論 對 論滑氣的論 論 我懂啊 因為漢姐想跟我們聊房間 沒有 想要做他已經在演講 房間我們知道 所以某些有的事 你還沒聊過 那已經過去了 十二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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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十二個星座的 是 二零七號 對 講到是 二零七論嗎 請問一下 小明 他有一副娃娃臉 但是為什麼大家都說 他有一張老陳的臉 為什麼 因為他是 蛤 不是 因為他 因為他 老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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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滿好笑的 那麼這個論呢 這二零七 他是一個星座的一個 這是論 論 所以我們可以猜一下 為什麼叫做論吧 可以可以 他外面好像是用 潤餅包的是不是 蛋皮包 應該算 會點說我要吃 潤 不過誰覺得說 吃要潤嗎 大家會確定 吃這一道嗎 所以在菜單上 他就是寫潤滑的潤是不是 對 就是單名一個潤 潤 潤 潤應該是個泰文的發音 然後是代表一個意思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請教 那個當事人 是潤餅的皮還是蛋皮 吃了就知道 蛋皮吧 應該是薄薄的蛋皮 蛋皮 蛋皮 唉唷 為什麼我會覺得是 有趣的開胃菜 沒有想到是這個味道 對 會有點驚訝 其實這個如果跑去夜市 賣單獨的 說不定會成功 是 真的 他好像還有菜脯的味道 可是你也很難說 他是不是泰國菜 因為他可能 他很像台菜 他可能是台灣人 有點像熬煉裡面的那個味道 在市場上還蠻剛炸完出來的 其實也蠻像香腸的那種 粽子裡的東西 粽子裡面的東西 有蝦米 有肉塊 有香菇 對 這道菜可以配飯對不對 也不行 你的蛋皮已經很飽了 OK 我覺得好像 可是你如果再把它體積做成一半 就太小了對不對 再小一點 主要是配飯他沒有醬汁的感覺 就是還是會有乾乾的 OK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讓負責的廚師 告訴我們這道菜 不過 看起來各位覺得 這個比剛才的一口香腸 有趣一點對不對 對 我覺得光那個名字 你就會 如果是我 我看那個菜單 光那個名字 我就會有點想要點來試試看 就是說到底是什麼東西 但是 大概也不用 不是可以點一次 是啊 因為我覺得吃一次 吃到不會生氣啦 但是下次要不要點就再說 我覺得如果他上桌的時候 大家拿這一份 一邊吃一邊聊天 然後進去煮菜 是不錯的選擇 或者是他可能熱一點的話 可能還OK 對 這個菜吃熱一點會比較好吃 謝謝啦 這個時間又交給阿基斯 就沒有問題啦 保證不會冷場 那接下來我要先來問問題 這個請問一下 下一道菜你要介紹什麼菜 這道菜也可以說是我最喜歡的一道菜 這麼冷呢你會喜歡嗎 是是是 這一道菜很特別 是什麼 是酸辣拌泡麵 非常好吃的一道菜 難不倒誰 難不倒阿基斯啦 難不倒這一道菜 不是阿基斯做的 對 當然阿基斯也可以啦 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就是這一道菜 這一道菜 所以我們眼睛就看得到泡麵 看得到泡麵的一個部分 OK 所以題目是 題目是請問一下 什麼車最容易被按喇叭 垃圾車 不對 消防車 也不對 擋車 你當然會被按喇叭啦 這要注意啦 有時候尖鋒時刻啊 上下方盡量不要擋車 不然會被按喇叭 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啦 擋車是一種車嗎 是一種車啊 它是酸關語 它有酸關語 學生的安全 擋車 因為它在酸 要有這樣的一個幽默感啊 幽默感通通難不倒阿基斯啦 是 那要不要吃泡麵啊 酸辣拌泡麵 這個好大耶 這絕對是創意料理 但這個 這個應該味道 這個就是招待比較一般的朋友 想說餵飽他們就好 就跟你陳燦中一模一樣 它就是酸辣拌泡麵 我們還沒吃到 徹底的 徹底的泰國的前菜 可是它只是用泡麵來當作 裡面的東西 我起碼可以跟你們交代就是 它的總算恢復到台灣人期待的 泰國味道的那一個路線 趙哥這個 就創意料理 剛剛上一道菜 也算是創意料理的地方 可是這道菜你會 這個做法 我還算第一次吃過 用泡麵來做的泰式料理 這個是放海鮮 所以這個是泡麵已經煮熟了以後 再瀝乾 對 然後來拌做泰式的醬料 是 什麼 我覺得它好像就是那個 這個在泰國菜裡面 應該叫涼拌冬粉 它把冬粉換成泡麵 就是這樣 還有青木瓜 就是涼拌海鮮 其實請問你們平常會點涼拌冬粉那一道嗎 會 會 那現在看起來泡麵有趣嗎 如果泡麵再Q一點的話 再就是不要這麼爛 再Q一點 趙哥吃完了 因為我還等吃下一份 先把這碗給清乾淨 可是這一道 還好這味道 沒有沒有上一個好 剛剛那個潤比較好 潤潤 潤吧 碗肉喜歡這個嗎 如果說是新鮮的菜的話 我會喜歡剛剛的那個潤潤 對 因為這個的話對我來說就是 涼拌海鮮 或涼拌冬粉 就是那個味道其實都是統一 而且這個好像是像S所說的 端潤出的時候 我們就一目瞭然 它就長這樣 它吃起來就是這樣 它就像青木瓜沙 它其實把它混成泡麵而已 它也是好吃 只是沒有驚喜而已 比如說你去吃泰國菜 吃不完的涼拌海鮮 把它帶回家 然後自己在家裡可以做這樣子 然後朋友來就是 如果肚子很餓就給他們吃這個 對 所以派對的時候 這個應該還滿陶食 對啊 就是一盤放在那邊 可是剛才阿基斯不是說 他最期待這道嗎 這道我也不會點的 妳知道為什麼 可能比較方便外帶去寄社旅館 因為它這個很特別 酸酸的 而且那料很豐富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滿特別的 你就是看中泡麵這件事 對 比較少在餐廳會看到 因為可能年輕人會覺得很有趣 是 有意思 對 因為本身很喜歡吃泡麵嘛 泡麵 對 美食大貨好評 來賓各個讚不絕口 現在到菜之前還是要來問問題 好 你準備要 我們還剩兩道對不對 是 所以你會先上哪一道 我會先上這個干貝的部分 鹽香干貝 匯乳筍 所以有問題嗎 他有問題啦 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請問 請問小明有一天 他要過一個橋 結果走到一半的時候呢 前面有一隻熊 然後他回頭看到後面有一隻獅子 但是最後他還是過去了 為什麼 奈何橋 不對 前面有熊 後面有獅子 結果他還是過去了 他還是過去了 所以意思是他只要闖過熊那一關 就不要管獅子就好了 對 為什麼 這個我知道 這個人笑話有聽過 真的 昏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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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了 沒事 沒事啊 什麼沒事 昏過去 因為他昏過去了 對 昏倒了 昏過去了 因為他昏過去了 昏倒昏過去了 就是沒有過橋再昏過去了 就是沒過去了 我剛剛不是有講嗎 他還是過去了 因為他昏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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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發簡訊好了 他昏過去了 可是不是過橋去 不是 他昏過去了 他昏過去了 昏過去了 但是他已經說他過橋去了嗎 沒有 我剛剛是說 為什麼他還是過去了 這個是玩一個文字的一個技巧 所以他是過世了嗎 不是啦 可能是他有點羞破而已 不要這樣詛咒小民 因為我們之後還會用到想很多故事 你們有生氣嗎 聽完這幾則笑話 所以繼續追加 老陳的臉還不錯對不對 老陳的臉不錯 我們可以吃蘆筍 可以吃蘆筍 很重視的一道菜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裡面有綠蘆筍 然後有 顏色很漂亮 然後好像是紅咖哩醬汁對不對 所以這個再 再不取悅你們就沒有道理了 對 我滿期待這道菜 一定現場要這麼冷嗎 因為是冷門料理啊 不然 所以說今天介紹的都是冷菜是不是 是 都是冷菜的部分 其實本來也很願意介紹一些 冷門的熱料理 整日常這樣 夏天大家都帶冷料理 我會點這個菜 OK 因為 種 種 它就是有泰國菜的那個味道 是 它那個椰香 非常的濃郁 你干貝不要先吃喔 干貝要在最後吃 OK 你要先吃青菜 所以它的青菜 你看感覺它已經汆燙過青菜 可是在嘴巴裡面還是很清脆 很舒服 口感很好 所以你覺得作為前菜的話 它是可以引發大家 對接下來的菜的期待是不是 會 趙哥呢 好吃 會點嗎 我這個人是這樣子 肯定會點的 我這個人吃飯的一個哲學是 好吃的東西 就多吃兩口 不好吃呢 就這樣 所以如果 我一定會多叫一份的 所以如果點了以後 吃不完 好吃的會打包帶走 不會 就多吃兩口就好 OK 就給它放著 可是你有時候不吃的話 廚師會不會來問你說 今天的菜是有什麼問題 不會啊 好吃的話我一定跟他講 是真的好吃的 所以他剩菜就是要做無言的告知說 你其實對這個菜沒有什麼興趣 不是 因為我有一個人 常常叫七八道菜 你真的吃不完啊 但是你會看得出來 有些盤子比較淺 就吃得比較多 因為好吃嘛 那有的菜 真的只凍兩口就擺了 就不凍了 吃不下去 目前為止 潘若迪跟趙哥覺得不錯 我覺得 我覺得也不錯 就是是達到可以配菜的標準 我跟你講你把剛才那個香腸 吃吃的那個香腸回來 把這個醬汁拌一拌 這吃起來又不一樣了 所以他們是不一樣的餐 所以如果這道菜是要炫耀給朋友看的話 你們覺得是成功的嗎 可以 可以介紹給朋友吃 一定會 我覺得可以 因為他的食材又很好 就譬如說蘆筍是當季的 然後一些蔬菜 然後 所以請問你們是不是又落入了 他們認為台灣人就是 只要有紅咖哩醬汁 就覺得OK 不是 我覺得食材 我覺得他食材蠻多 一樣化 會有一些健康的蔬果 不要這樣 這個跟潤妳會點哪一個 我會點潤 我會點潤 我也是 因為我覺得 潤比較有趣對不對 對 而且因為你同樣的 因為其實好吃是在那個 這個醬的醬汁 可是像醬汁 可能配雞肉 配豬肉 可能反而是我的抽選 我怕會跟後面的菜撞到 因為我會覺得它如果是熱的話 真的就是 它如果當涼菜來講 我覺得有點太重 所以你現在是又要不點它了嗎 想來想 如果它是熱的 我會點它 就是 請客點菜 前菜好像是應該要引起 大家的樂趣多於 考慮 可是大家年紀都大 也是要漸漸開始養盛 就是要吃些 對身體好 我跟你講 如果以樂趣來講的話 潤或者一口香腸 或者泡麵 都比這個有趣 這個是正規的菜 一拿上來 我就覺得是大人吃的東西 因為蘆筍出現 不就是感覺就是大人來了嗎 對啊 就是我比較喜歡吃大人的菜 同性 對 所以那就是現在你面前 只剩它一道了耶 是 剩下最後一道的門菜 叫做鍋巴仙蝦 看起來很可愛 很可愛 也是很特別 組合在一起的 我們先試試看它的味道 不是要問問題嗎 不是要問問題嗎 我看 你看 你看 你們就是想聽嘛 對不對 你們很期待 那我就問啦 請問 因為我們在求學的過程當中 都有被當掉的經驗 是 請問一下被當掉怎麼辦 才可以去成語 改進啊 就改進 它不是成語嘛 就改進 那這不對 被當掉是大人 也不是 好好反省 也不是一句成語 正發向上 也不對 重新來過 不對 答案是 重修就好 真的 大家都有遇過 同樣的一個問題啦 重新修就好 沒關係被當掉 不要氣餒 重修就好 謝謝 謝謝 來來來來 來 謝謝 也是有它的道理在哪 覺得不好 我可以再追加最後一題 你還有 綁回一層啦 反正就爛到底啦 其實有機會綁回一層啦 好 重修就好啊 試試看吧 好 試試看啦 請問一下 大樹跟小樹 它差在哪裡 我跟你講齁 我這次有個檢驗的標準 是 導播會拍那個 蘇妮 蘇妮主廚的臉 哇 蘇妮主廚的臉 好像從一開始到現在 都是這個標準 所以呢 你講完這一道的答案之後 如果蘇妮主廚沒有笑的話 你從下一集 就不可以來抗試了 那我距離可以拉近一點嗎 可以啊 一定要這麼遠嗎 你可以到蘇妮主廚前面去啊 好 小心喔 他笑了齁 我現在已經可以來了 還沒有講笑話 他才要講笑話 蘇妮主廚 我一直有 他在滅絕事態 好的 請問一下 大樹跟小樹差在哪邊 我一直點在這裡 完蛋了 他聽不太懂中文 那我可能下次真的不用來啦 現在壓力很大啦 大樹跟小樹差在哪裡啊 那個阿明有告訴他嗎 跟一樣 大乾酒釘 不對 大樹跟小樹 插在土裡 插在 哎呀 現在在土奶隊啦 哎呀 怎麼讓他笑咧 笑的啊 插在土裡 得盡 謝謝 蘇妮饒了你 他沒有一個就業的機會 謝謝啊 謝謝 謝謝 好不好 安心一下也喜歡這個想法 謝謝啦 謝謝 好 所以咧 你還不趕快回來 沒有 你到底要喘命多了 你才高興 抱歉 討欠在勝利的功能中啊 對 來來 我們吃一下這個鍋巴鮮蝦 看起來很可愛 可是好像是大菜的陣仗 是 這很不像泰國菜 醬料是哪一個路線 它有一點像是 乾拌泡麵的那種素食的料理包 你們在幹什麼 其實它是那個啦 應該是咖哩炒螃蟹的那個醬吧 但我在想這道餐應該是吃熱的吧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冷了 所以它那個那個蝦的味道 跟它沒有那個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對 它如果是熱熱加上去的話 好 所以我們呢 現在要揭曉 我們每個人喜歡的是哪一道 OK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請廚師們講解 我們剛才的這些困惑 好 所以 安君燦 五道當中 全部沒有嗎 還是有一道你願意點的 其實我覺得每道都非常地好吃 也非常地有特色 幹嘛講巧片話啊 對啊 因為不是有老闆他們的 對 就在你最靠近你的地方 開始緊張了 你可以講一道你最願意點的 潤 潤 好 陸家儀呢 那個 爐筍 爐筍 對 湯老師 我也是爐筍 OK 你們都是出於吃蔬菜的要求嗎 我覺得不是耶 我覺得這種做法滿特別的 OK 軟肉 我會點潤 對 趙哥 我可以點兩樣嗎 可以 就 干貝爐筍跟潤 OK 我潤 兩樣呢 就 來賓介紹一口香腸的由來 小威瑟人不妨開了玩笑 會點太北一口香腸 其實真的是對泰國餐很了解 而且可能真的有去泰國當地 尤其喜歡 太北地方 對 所以他對這道菜其實是不陌生的 他現在是在 真的嗎 妳講的那邊多壞話 人家很 人家自己有什麼關係 對 對 對 有這樣聞到香腸嗎 這樣就會有些新鮮感 好 所以潤的好評還不錯耶 請問潤來自於哪一家 喔 菜主廚 所以你們家是哪一家泰國菜 歐羅拉泰 對 所以潤是冷門菜嗎 他算是冷門 因為他這個部分是我們泰國主廚 他是從 就是他是泰國育廚 然後從 泰國就是 他們那邊就是 就是宮廷料理 然後 過來這邊的 所以泰國人本來就吃這個 因為像一般我們看到的 就比較算是於 那種泰國的那種小吃的部分 然後這個潤的部分 他就是比較偏於就是 宮廷的料理 對 請問潤這個名字是你取的嗎 他是直接 就是 因為他在我們 我們去找中文名詞 跟英文名詞 找不到這個字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泰文 然後直接翻譯過來 你知道他的意思嗎 就是他因為 他是經由很多不同的 就是 譬如說我們的外皮是蛋皮 然後裡面就是有蝦 那個蝦仁 然後就是肉末下去組合起來的 所以他有混合的意思這樣 對 接下來我要研究一下 這是剛才一口吃的 香腸這件事 請問來自哪一家餐廳 你們家的 你們是哪一家餐廳 瓦城 很多人去啊 你們沒有注意過有這道菜 沒有 沒有 這道菜有人點嗎 其實他需要說一下他的原油 對 因為在泰國 他北部是沒有領海 都在山區 所以泰國北部的人 為了要保存肉 他會把它做成香腸 對 然後我們是有加一些創意的巧思 把它做成一口一口 實際上有一些泰國餐廳 是做成一長條 用切片的 對 那其實我覺得蠻可惜 應該可以看一下他原來的一個 成裝的方式 真的很可愛 其實還蠻吸引女孩子消費者會點用的 他很受到女性消費者的歡迎 對 因為他一口吃 他的大小 然後包著生菜葉 是比較清爽一點 然後再加上我們裡面的肉 有加南薑丁 紅蔥頭皮 還有香腸 所以這些常去你們餐廳的客人 沒有注意到 菜單上這道菜是怎麼回事 其實通常會被他的外型所吸引 所以是看到隔壁桌吃就會說 那個是什麼 對 因為他外型真的還蠻很可愛 那他在菜單上就叫做 一口吃香腸 就叫泰北一口香腸 喔 OK 所以剛才蔡先生也說 你不會點這道菜嗎 你現在聽完他解釋之後 說外型可愛什麼的 你有沒有比較心動 有有有 所以其實瓦城平常最受歡迎的菜 也是那幾道嗎 就是月亮蝦餅 其實就是剛剛 就其他的廚師所講的 椰汁雞肉 對 就是一定會有咖哩類 涼拌類 檸檬魚 還有月亮蝦餅 這是必點的 但他們的椒麻雞很好吃啊 謝謝 所以廚房會抱怨說 老師這幾樣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會覺得 其實會點泰北一口香腸 其實真的是對泰國菜很了解 而且可能真的有去泰國當地 尤其喜歡泰北地方 所以他對這道菜其實是不陌生的 他現在是在 我會把他帶到廚房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蘇妮應該只是聽不懂 而置身失歪 並不是臉臭 所以她在鏡頭長的樣子 她是長這樣 所以她平常上桌是熱的 對 她是熱的 而且有點濕潤感 對 熱的應該長 對 香氣會更明顯 這樣子會有一些新鮮感 會有想去嘗試看看這樣 不點沒關係 不點沒關係 還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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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變好吃嗎 沒有在乎你們 有別人一點就好 接下來我要研究的是這一道 鍋巴 鍋巴 請問是哪 鍋巴是哪一位 阿明廚師的 請問你們的餐廳是哪一家 喜蘭燈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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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 那一家很好吃 對 對 我們都沒有點是為什麼 你們餐廳有很多 比這道菜好吃的料理 對 人家就像拿冷門的來 對 所以這道真的很少人點對不對 對 因為這道本來是 真正的是 是那個 黃家他們的菜 也有黃家 黃家 沒有黃家 沒有 這個講解說是 泰國叫那個是 泰文叫是那個 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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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大部分的是 這道菜就是 濕溫的 它鍋巴是冷 然後 碩石是 熱 淋上去就會 鍋巴它有一點點軟 然後蝦子它 他們有 對 如果你熱跟冷的加熱熱 它有點軟 然後吃起來口感會 不一樣 所以是不是真的比較少人點 是有 有人點 是有人點是比較少 是為了點給兒童吃的嗎 小朋友 小朋友 應該是不要少 因為這個是有一點 辣 辣度 我們還有兩位代表沒有揭曉 你覺得泡麵是哪一位帶來的 賴先生 所以你覺得蘇筍是蘇妮帶來的 因為我覺得蘇妮感覺好像工夫滿硬的 神秘陌生的 你才會什麼是不是 他這個生不可測的表情 不像是會拿泡麵來糖塞我們的樣子 賴先生 請問你來自哪一家餐廳 仙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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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帶的是哪一道菜 飯泡麵 你才錯 是不是 你才帶嗎 對啊 他帶泡麵來的 他一點就是很愛泡麵的那個樣子 賴先生你是台灣人嗎 泰國人 你也是泰國人 所以泡麵是為了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才硬弄的嗎 對啊 在家裡也可以做 家裡也可以做 對 很簡單 因為冷門因為那個泡麵都很普通 很少冷一點 可不可以請問那一大盤 你賣多少錢 我們是賣小盤 沒有人賣這麼大一盤 真的 是賣一碗一盤的嗎 是賣一碗一盤的嗎 剛才好看 是賣一碗一碗 對 一個人一碗 沒有 一小盤 對 小碟子差不多啦 比較大 大一點的 那個菜差不多三次冷份了 三百塊 三百塊 然後他本來就是冷的菜嗎 對 冷著吃的 所以趙哥三百元你會覺得稍微 他那一大盤 兩包泡麵就搞定了 兩包泡麵才多少成本 裡面有海鮮啊 對 海鮮還好啦 有蟹餃 三四百是真的貴啦 一百五一百五 我建一百五應該會有人要點 因為裡面我們料放 那個海鮮比較多 對 海鮮便宜啊 海鮮真的便宜啦 黑海鮮的 真的 你真的很機車耶 你剛剛比我還嫩更 我都沒講你了 那你大家已經揭穿 是他們店裡的菜了 其實不錯 可以賣六百 六百 廚師相互競爭 所以你們是同一棟耶 因為同一棟 所以你們應該競爭很激烈 所以你們應該競爭很激烈 看什麼 我們把兩個在同一棟樓裡 今天泰國看見師傅擺在一起做嗎 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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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海鮮放滿多的 請問 他說那北海道來的乾杯 請問一下 客人點得多嗎 還是說年輕人比較喜歡點 可是不多 不多 好 那剩下一道就是 大家其實滿喜歡的蘆筍 是蘇妮帶來的 蘇妮妳的餐廳叫做什麼 那個太快樂 太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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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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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過熱嗎 在ATT火爆那一棟裡面 對 樓下的 所以你們是同一棟耶 對 同一棟有兩棟 所以你們應該競爭很激烈吧 我們把兩個在同一棟樓裡 競爭泰國餐廳的師傅 擺在一起做嗎 因為萬一是很明確的 哪一家生意比較好 不是很尷尬嗎 蔡先生你們餐廳生意比較好 還是蘇妮的餐廳生意比較好 超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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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怪不得蘇妮都不笑耶 我們把她放在仇人旁邊 對 她老生在在 她們一個比較平家 一個比較高檔 我怎麼沒有印象那邊有兩家泰國菜 有有有 我也一直記得一家 我記得Rama泰式好像在游泳池嗎 游泳池 所以蔡 蔡明覺得你是在游泳池旁嗎 對 那她是在你的樓下嗎 對 所以你是很得意你在樓上這邊 好 蘇妮這個菜很多人喜歡 所以蘇妮這個菜是 道地的泰國菜嗎 她說有一些是改的 改的 有為台灣口的改 有為台灣口的改 所以那個評價還不錯 那她知道價錢嗎 她不記得多少錢 她不記得多少錢 所以今天那個除了五道菜之外 我們還喝了奶茶 奶茶有喝出特別的地方嗎 奶茶還蠻好喝的 請問奶茶是哪一味 因為她配這個 所以那個人家還給了你們飲料 然後你們就是都不膨嘗 就還好奶茶 我覺得她香腸裡面 真的多加一點辛香料會好一點 不過她剛剛說熱吃 可能味道會不一樣 所以你們願意接納這些菜 就是比較冷門 大家不太會點嗎 依客人的需求來點 那像有一些外國顧客 他可能今天來想吃特別一點 我們就會點泰北一口香腸 然後搭配我們一些特選的啤酒 所以剛剛各位來賓都有講到啤酒 它是一個很match的一個組合 對 那今天因為想說上節目 帶奶茶過來 應該準備 應該帶啤酒 下次 然後我們改進 下次記得 所以今天的嘗試算是 發現了一些冷門菜色 有它冷門的道理在 那不過也鼓勵大家夾雜 一點點冷門菜 不用每次都點英文一樣 是 然後我們下次要跟趙哥 去日本料理 因為他這麼神氣的話 走進去別人就會給他特別的菜色出來 然後不要再做兵力騎了去那個 激怒他 這樣會不會遇到你老公 什麼時候 謝謝各位廚師 謝謝 謝謝